前列腺增生的锻炼方法 茹文医生特要专家 李宏亮 闲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 那么前列腺增生的锻炼方法 其实并没有一个合适的锻炼方法 能够治疗前列腺增生 或者控制前列腺增生 那么这个也说我们前列腺增生 想通过锻炼的目的 锻炼的方法 去控制前列腺 这个是在目前 咱们现在所知道的 这种医疗知识水平内 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但是我们得了前线增生以后 其实我们做其他锻炼的时候 是需要做一些注意的 第一个 因为前列腺 它是处于在盆底的一个器官 那么我们在某些锻炼 比如说过于负重的 这种锻炼的时候 其实是会加重盆腔淤血 也会加重前列腺的冲血 是有可能会加重前列腺的症状的 所以我们在锻炼的时候 要避免一些过度抚压 增高的这些动作 防止增加前列腺增生的症状 那么第二个 就是我们在饮食的过程中 注意避免饮酒 或者吃一些辛辣刺激 那么这些饮食 或者说刺激性的食物 或者饮料 也会加重前列腺增生的一些症状 那么这个就是前列腺 一些锻炼 或者饮食上应该注意的问题 感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